欧洲难民问题在叙利亚小男童亚兰 遗体被冲上土耳其海岸画面传播 全球之后大家虽然心碎 也非常替他们关心 不过状况并没有获得实质改善 现在又看到一名四岁小女童 因为船只翻腹 遗体被冲上岸 难民就好像人球一样被丢来又丢去 匈牙利更是在拒收之后 他们要转瓦克罗埃西亚 一样是求助无门 而现在在匈牙利 还有边境市长拍了一支高规格 电影直感般的影片 只为了告诉难民 千万不要来 玩如电影般的场景 宽广镜尽头 加上寂静 帅气又霸气的风格 但这可不是好莱坞电影 而是一支难民 顺退的影片 如果您是非贵人 和尼泰国人 想到尼泰国 那么尼泰国人 从尼泰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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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里对他们说 No 转到克罗埃西亚 一样求助无门 两天之内 一万四千多个难民 涌入克罗埃西亚 希望北上进入德国 以及北欧国家 不过才到了边境 就跟警察爆发冲突 而另外一头 难民杯葛 在土耳其外海持续上演 一名女童 因为船只翻覆 遗体被冲上岸 2015年至今 已经大约有274个人 在土耳其海域丧命 其中包括 令全球心碎的 小男童亚兰 把海浪当作被子 许多插画家 用他们的创意 把亚兰的悲剧 画成童话一般的 甜美结局 不过世界的 注目被唤醒了 他们还是没有 得到解决方案 在欧洲各国 互踢皮球之下 叙利亚难民的未来 还不知道 在哪里 记者综合报道